10 個月就倒閉 古典樂 RPG 宿命迴響 古典樂 RPG 宿命迴響 將於 4 月 9 日終止服務 近未來科幻機甲戰起新作鋼籃 宣布今年第二季上市 原神與日本壽司狼的聯名合作 將於 2 月 21 日展開 由韓國 YJM GAMES 推出的回合制 RPG 手機遊戲 Arcane Saga 我們要扮演傳說中的繼承者 使用特別的能力指揮英雄們作戰 遊戲戰鬥採用卡牌合成玩法 只要把同樣顏色的卡片合成 就會提高薪數 讓英雄們可以使用強力的攻擊技能 卡片系統非常簡單 只有紅黃藍三種顏色的卡片 手中的牌組不會有一大堆技能要備 顏色差別只有打出去的攻擊屬性不同而已 低星卡片在本作可不是非卡喔 許多英雄打出一星卡都會累積魔法值 可以使用繼承者的輔助魔法 幫助隊伍回血、增傷等等戰略性非常高 遊戲玩起來簡單好上手 一起來把五十幾個英雄統統帶回家吧 將NBA 2K 經典卡牌收集模式 My Team 獨立出來 推出了全新手機遊戲 NBA 2K 24 My Team 在手機上也可以同步你的主機資料 出門在外隨時來場精彩的球賽 無論是半場三對三或是全場五對五 都能夠在手機上玩到 同時簡化了操作模式 也有像關鍵時刻一場只要五分鐘的模式 很適合用來打發時間 卡牌收集方面除了限時推出各項卡包 也能在新推出的球員市場中 運用遊戲幣直接購買喜愛的球員 更快組出夢幻隊伍 也有多人模式可以和玩家線上合作 或是找高手一同切磋球技 感受緊張刺激 直到最後一秒都不能輕易放棄的比賽 Caves of Lore 是由僅僅一人耗十六年 打造的回合制RPG 手機遊戲 在濃霧的午後 我們不慎跌落一個深不見底的洞窟 但好消息是 毫髮無傷的被一隻可愛的狗狗救了起來 就此展開了洞窟冒險 在這奇大無比的洞窟裡 存留許多前人留下來的書籍 只要閱讀書籍就能學會各種新奇的招式 像是探索用的奧術能照亮洞窟 甚至能夠找到隱藏的寶物 也有可以用在戰鬥中的招式 讓我們能暈順敵人或是釋放閃電等等 雖然一開始這些招式都需要裝備書籍才能使用 但熟能生巧 隨著每次釋放累積提升等級 最後不用書本也可以使用喔 試著學習不同的招式找到回家的方法 性靈物與Potion Permit 是一款結合了煉藥玩法的城鎮生活模擬手機遊戲 我們將扮演年輕的藥技師 從首都搭車來到小鎮 Moonbury 想辦法醫治長久窩病在床的鎮長女兒 白天要在野外進行戰鬥 採集各種豐富的素材 接著回到家中使用不同的元素方塊拼放 進而煉製出有效的藥材 但病急也別亂投藥 在病床前我們還要很有節奏的 替病人找出痛苦的根源 好使用正確的藥物醫治 但有病的可不只是躺在床上的人 我們還要跟鎮上的巫醫進行對抗 努力跟小鎮的居民打好關係 了解過去發生在此處的憾事 如此才能醫病也一心 甚至最後跟某位角色修成正果囉 講述神仙妖怪在現代生活的搞笑日常漫畫 《非人哉》推出了戰版授權手機遊戲 我們身為非人公司的第一位員工 要為了公司的前途努力打拼 玩法類似大富翁要使用紙骰子的方式前進 移動的同時可以順便收集福氣 收集到足夠福氣 就能夠用法寶練初心的道具或設施 像是新員工的座位或是辦公室都有辦法伸出來 把原本空蕩蕩的地圖填滿後 就可以開啟新的區域 充滿個性的原作角色也會作為新員工加入 把他們加到隊伍當中一起行動 會提升收集福氣的效率 還能夠使用角色各自的特殊甩子 更容易直出想走的部署喔 就算和目的地擦身而過也沒有關係 多繞幾圈就有機會出發各種不同的事件 劇情對話幽默 人物個性也很可愛 想要輕鬆玩的話再適合不過囉 off to mind 是讓我們一窺心理諮商師生活的 影像互動劇情手機遊戲 我們將從不同視角窺探兩位受過專業訓練的心理諮商師 Annie 和 Rex 兩個人的出軌回憶 但要探索別人的過去並不容易 我們要一邊看影片一邊抓重點 每段回憶中除了有對話 不時還會有巨大的文字飄過 這些文字代表的可能是回憶中場景內的描述 當下的情緒或是具有特殊意義的詞彙 我們能重新組合兩組字詞 生出兩個人不同的回憶影片 但每次就只能選擇兩組詞彙 就看能不能像諮商師一樣 精準的用詞勾勒出兩個人完整的記憶 改編自Xbox PC 上經典的戰爭遊戲 《誌宴帝國》系列 現在在手機上也能夠透過《Kingdom Civil War》 體驗到這場壯闊的奇幻戰爭 遊戲強食下常見的放置型玩法 在12 格的場地放上五名英雄 把坦克放在前面 法師放在後排 就會自動開始戰鬥 使用技能戰鬥過程中完全沒有任何手動要素 在 SSR 英雄使用技能的時候會有特別動畫 但明明是個看起來像騎士的英雄 居然套出雙槍掃射敵人 這真的是中古奇幻世界嗎 很可惜的是 玩下來遊戲就沒有其他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了 有點可惜了這麼一個經典的 IP 希望未來能夠在遊戲性上有更多的突破囉 你自認是個萬事通嗎 來Travel by Trivia 裡挑戰看看自己的知識庫 充不充足吧 遊戲題庫包山包海 採用了不同的主題方式進行分類 包含了地理、電影、運動 當然也有電玩等等領域 答題的方式也很簡單 只要透過左右滑動 決定這句話的敘述是否正確就可以了 像是憤怒鳥一開始推出的平台是 Facebook 嗎 此刻教條是否為 Ubisoft 發行的呢 如果不知道也沒有關係 回答錯誤時遊戲會直接告訴你正確答案 讓我們增加更多的小知識 每個主題都有 50 道考題 就看你能連續答對多少 問頂新一代的知識王 在 Steam 上獲得極度好評的動作遊戲系列 Zumbatron 現在在手機上也能夠玩到新作 Zumbatron Reboot 我們要扮演專殺殭屍的殺戮機械 把星球上受到感染的居民通通打倒 找出異變的真相 遊戲主打經典的橫向過關玩法 我們可以攜帶兩種主要武器來打倒殭屍 武器的種類非常多 包含近戰扳手、手槍、線彈槍、衝鋒槍、衝鋒槍 等等打起來非常爽快 遊戲的難度也不低 我們要在多個敵人佔據的平台間跳躍 還要隨時注意子彈殘量 一不注意就很容易被圍毆打死 想要達成三星條件又更加困難 各種時間、彈藥限制等等難關 挑戰我們的操作極限 還好遊戲有支援手把遊玩 接上手把後難度瞬間降低許多 來看看你能不能三星全通吧 日系田園秀賢手機遊戲《工匠與旅人》 我們的主角轉身到一個荒廢的小村子 並擔任起了領主 於是便要扛起責任 逐步重建這個小鎮 首先要從農夫小屋開始 慢慢增加整個村子的勞動人口 一步步建立起拔木屋、加工屋、農田等各種設施 再持續升級這些設施 加速資源的累積 旅人則是需要出外戰鬥獲取資源 本作戰鬥過程不需要太多操作 只要選擇上陣角色 投入資源、提升旅人戰力 就可以放著讓它自動推關 美術精緻可愛又有豐富的養成要素 喜歡模擬經營加上輕鬆戰鬥的玩法 就來《工匠與旅人》中體驗看看 在 Steam 推出的俯視角動作射擊遊戲 《G2 Fighter 》 基因特工也移植到手機平台囉 這是一款low poly 風格的動作遊戲 要深入被殭屍佔領的世界 完成軍隊賦予的各種任務 我們要攜帶三種武器前往危險的城市廢墟 當子彈打完了 不需要漫長等待時間換子彈 只要換上其他兩把武器使用 前一把武器就會自動填裝完成 還能裝備手榴彈和技能來大範圍攻擊敵人 被敵人接近了也可以拿出光束刀攻擊 玩起來非常爽快 遊戲有著非常豐富的單人任務和廣大的地圖 有些城市甚至還要自己開車才能到達 不知道之後會不會跟電腦板一樣 推出多人連線模式呢 看到這個畫面是不是覺得很像小時候 常常在玩的RPG製作大師系列呢 《替身魔王與報應魔王》 這是經典的RPG手機遊戲 我們將會操控兩位失去記憶的男孩 為了守護世界和平 踏上打敗魔王的旅程 除了經典的回合之戰鬥 遊戲最大特色是擁有分歧的技能術系統 不管你是想要走魔法流的勇者 或是攻擊特化類型的勇者都沒有問題 還可以在地圖上收集材料來製造裝備 在劇情上則是能夠自行選擇BOSS順序 非常的自由 遊戲總時常大概落在10小時左右 非常適合給想回味RPG遊戲的你來玩喔 採用漠視世界觀的RPG手機遊戲新作 Eden Knight Idol RPG 展開了測試 我們要招募擁有各種能力的角色們 一起為了人類的存亡戰鬥 戰鬥編隊不僅要注意和敵人的屬性關係 角色的所屬陣容也會產生加成效果 還能根據關卡選擇不同的陣型 進入戰鬥後就是全自動進行 我們甚至可以切換到別的界面做其他事情 等戰鬥結束會跳通知出來 可以直接選擇打下一關 這個設計真的是很人性化呢 在人類的最後防線 Eden要塞中有不少設施可以利用 例如掛機功能可以輕鬆取得素材 還有能把角色分配在各個設施提高資源產出 如果有招募到專屬藥員 還能夠進一步獲得產出加成 為了人類的未來 招募到的可愛美少女當然是越多越好囉 好,我會直接招募到 好,我會先將健康圍 誰就能不能達到 我會想要你 去壓力 好,我會想要你 那麼,我會想要你 卻想要你 可以把劑痴療 我會想要你 好,我會想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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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會想要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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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